好 我們接下來關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透過這個台北市的室外集市影像 可以看得出來今天天氣依舊非常的好 晴到多雲的天氣形態 而且告訴你 非常的熱 全台有11個縣市高溫恐怕都會飆迫36度 衛星雲圖我們接下來就要告訴大家 其實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都不錯 早晚的時候呢 這個低溫大約會落在25到27度 白天預估高溫可以來到33到36度 感受上是蠻熱的 不過在午後有一些地方可能會下午後的這個短暫雷震雨 提醒大家務必要多小心 分別是在東南部地區還有恆春半島會下一些零星的雨 在午後呢 各地的山區還有近山區的平地 也會出現局部的短暫雷震雨 而且要告訴您這個降雨將會來得又急又快 這個部分務必要多留意了 好 不過說到了今天 在今天還是要多加留意就是溫度的部分 氣象局持續針對全台有11個縣市發布了高溫資訊 我們來看到橙色燈號 有連續出現36度以上高溫的可能性 分別在彰化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還有花蓮 台東的朋友真的是要多小心 另外呢 黃色燈號則是有機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分別有台北市 新北市 還有南投縣 這11個縣市的網友在今天真的是要多加留意了 如果在中午前後一定要從事戶外活動或是運動的話 特別要多補充水分 還要做好防曬工作以免會有熱傷害的出現 好 不過未來這幾天的天氣走勢是如何 我們來看到今明兩天其實天氣狀況比較類似 在午後大台北還有中南部地區 會下一些短暫的雷震雨 這個降雨來的比較急也比較快 不過呢 我們來看到從週休假日開始 雖然全台各地依舊是高溫晴朗的天氣形態 不過呢 週末開始整個雨區會慢慢擴大 局部地區會出現較大的雨勢 這個部分還是要提醒大家多加留意了 最後來關心今天的天氣小叮嚀 天氣很熱 要多喝水 另外就是早晚時分 在外島地區的金門馬祖會有局部霧或是低雲的狀況 能見度比較差 因此如果有這個交通往返需求的話 最好還是先查一下航班資訊是比較保險的 以上呢 就是這集氣象資訊 提供給各位了 接下來科普一下這個水神呢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喔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呢 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呢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